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辨识率 我现在说市面上有金属材料的手机非常多 比如说HTC有M8 M9 iPhone这些都是采用金属 而且它们各有特点 它有一些比较细微的点会让我选择它 比如说你就说M8 M8是大家公认的比较好的金属手机 但是它一个是拉刺的工艺我不喜欢 我比较讨厌那种质感 另外一种就是它圆滚滚的造型也让我不爽 我喜欢那种阳刚一些的 这种方中带圆 你看都是方中带圆的设计 其实你刚刚说到两个词 就是我要第一个吐藏妹子7的一个地方 第一就是圆滚滚 第二就是阳刚 其实我觉得它这样设计 不如M8圆滚滚的设计更贴合手掌 为什么这样说 我不知道你平时握手机是采用那种握姿 我就是这么去握 对 像你来说你是可以轻 应该是你的手掌是比较大的 所以驾驭它比较容易 而对于像我这种手比较小的人 或者我这种握姿的人来说 它手机的边框导桨 会紧紧的贴在我的虎口上 这样就给我带来的非常难受的用户 我觉得你说握姿是说到点上了 但是你说手大手小并不全对 我说了这么多背面 我们再说一说正面 对 说了说正面 你看正面的意思 正面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可黑的地方 因为它是干净通透 而且评价比很高 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你说你的看法 你刚刚说到一个词异印象 所以说这款手机第一印象 给我的感觉也非常好 看上去边框非常窄 但是当我点到屏幕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之前宣传的超窄边框 我觉得它就是在偷换概念 就完全不是超窄边框的设计 因为它有一个硕大的黑边 你指的是点亮屏幕以后 点亮屏幕以后 我承认它的黑边 在手机里是比较宽的 但是它有非常窄的中框 它两个加起来 导致它的边框并不是很大 依然可以说是比较窄的边框 但是这种设计绝对不能说是超窄边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觉得它的宣传中有些 因为我的第一印象 看上去确实非常漂亮 但是当我点亮的时候 完全就感觉 和之前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它为了黑边也做了一些设计 你像它左右黑边和上下一样 一般手机来说 上下的黑边是比左右要少的 但是你看黑色版本的Mate7 就感觉要协调非常非常 要比它协调很多 你也可以去选择黑色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讨论来讨论去 还是不如让用户自己去选择 所以我们也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一段 关于M7的外观的一个素材的短片 让大家看完之后 自己去考虑Mate7的外观到底怎么样 好 让观众自己来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Mate7的外观已经有一定的印象 不过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体系 来聊聊Mate7的屏幕 老杨 你在看屏幕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一块素质比较高的屏幕 它无论从亮度 色差 还有色域 经过咱们实验室的测试 都体现出了比较高的数据 确实我也看了实验室的数据 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现在主流旗舰机 屏幕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因为大家能选的供应商也就那几家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从我们实验室可以看出的数据 它每台样机之间最高和最低的色温 有一些可以 这也能反映出一个问题 它在品控上还有带提升 但是这其实对消费者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消费者只能看见一台机器 它不会对比 单体上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是 它在配置上没有采用2K屏幕 这对于一款旗舰机来说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我觉得Mate7没有使用2K屏 应该是一个很粗活性的因素 这个应该是咱们现在是无法确定的 不过我们后面要谈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指纹 一个是相机 就不能在这聊了 我们需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体验 所以我们换个地方聊怎么样 好 那现在咱们就走吧 走吧 好 前面我们已经从外观和屏幕这两个方面 大致了解一下Mate7 但在指纹上我有一个很大的槽点 想吐槽一下 不过我想先听听老蒋 对于它的指纹识别怎么看 指纹识别无论如何不能是槽点 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卖点 对吧 吸引我购买它的因素 就是它的指纹识别 但可能你没理解我这个槽点的意思 老蒋 我问你 你平时在办公室怎么放手机 我正面朝上 吃饭的时候怎么放手机 肯定也是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当它正面朝上放在周面上的时候 它指纹识别用不掉的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你像我们这种被iPhone 这些已经操作习惯惯化的用户来说 在这个情况下 它指纹识别起码没有用 但iPhone平放在桌子上角度也不好看 我觉得你从中央拿起来就好了吗 拿起来自然就解锁了 如果说Mate7的尺寸稍微小一点 这个问题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像它这么大尺寸的手机 我每次拿起来 每次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确实太痛苦了 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比如说它放在背面的时候 你搁在兜里 拿起来非常顺畅 对 食指正好落在背面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 这个前提我也承认 就是Mate7的指纹识别在灵敏度上 还有准确性上不错 如果说它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对于它的指纹识别 我这个展立绝很不予考虑 但是这方面我觉得它做到了 速度准确率都不错 我没有遇到过解锁不成功的情况 而且手有一点脏的时候 你发现没发现 也是能够解锁的 比如说出一点汗 这个倒是体验上还是不错 那我再问你一个题 老蒋 对于Mate7的指纹识别功能性上 你怎么看的 功能就我来说比较全面 首先它能解锁 另外它能给一些应用射锁 比如说一些很私密的应用 像微信这种东西 你不希望别人看到 就可以射一个指纹锁 不过其实体验中 对我来说最舒服一点 是我感觉Mate7的指纹识别 和支付宝合作不错 在支付的时候 可以用它的指纹识别 直接去支付 可以进行付款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 它的一个专门的功能 我相信以后和支付宝有合作的手机 都应该可以拥有那个功能 但是它先办到了 它能和支付宝谈成合作 另外一点是我感觉比较方便 是拍照的时候 你发现用Mate7拍照的时候 指纹识别直接一触摸 就可以完成拍照 对 这样偷拍的时候就很好 偷拍这个事情 应该是只有你会考的 不过说到它的拍照 它给我的第一感觉 是它的界面还是比较简洁的 像对于你这种比较傻的用户 应该使用起来也不是特别 反而它非常的简洁 也一目了言 能够看懂是干什么 不过功能性上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全景模式 虽然这个功能 我们用的不多 但在拍一些大场景的时候 它确实合成速度 真的真的太慢了 这点是我觉得 Mate7最大的一点问题 在功能性上 这一点我也没法反驳 确实是 不过说到相机 因为MS244对于我们的玩家来说 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基本上它今年的素质 我们都有了解 它在过去搭载 它这个芯片的手机 整体的成像素质都比较不错 但是在Mate7上 我觉得它成像就有一些问题 至少白天是没有问题的 你从解析地色彩来看都不错 不过我觉得 它白天上也有些问题 就是它的整体的成像效果 太过平淡 观感上 你说色彩还是说什么呢 就是色彩 你像我用iPhone6 或者Note4拍照的时候 整个画面的观感 是非常舒服的 天空特别蓝 每一个调校调校不一样的 比如Note4 它就会非常浓艳 我反而不喜欢那种 我更偏向于iPhone6 我觉得Mate7 可能确实是偏淡一点 我更喜欢iPhone6的那种 不淡也不太浓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 我们是找不出来的 具体怎么样 还是拍给大家看怎么样 好 我们具体来看看 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 老奖 咱们用Mate7拍了这么多照片 还是看看它实际的样张表现吧 你先说说白天呢 白天呢 Mate7的整体呈现是不错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发色偏淡 这在绿叶和花朵上 表现得非常明显 显得没有生气 室内也是一样 画面的色彩饱和度偏低 白天没什么可说的 法师你来说 夜晚的样张表现吧 Mate7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晚上 你想想看 它噪点控制不是很好 你看天空中的暗部呢 已经出现了太多的 红色尾色噪点 然后它的整个画面呢 都已经偏紫红色了 但iPhone6和Note4就不这样 我来总结一下吧 Mate7的成像表现呢 达到了旗舰机的水准 但是距离拍照最优秀的手机 就像iPhone和Note4 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又回来了 外拍确实太累了 怎么样 外拍爽吗 外拍太累了 我以为外拍是那种 坐在哪一聊 然后结果是扛着东西 怎么那么远 别别别是没有呢 后面我们讲完了那么多 该讲讲最根本的系统体验了 其实我先说一点 之前对于华为的ROM 我是没有任何感觉 我觉得它离现在主流的ROM 不管是弗兰米还是米万 但你好测过一次2.3 我觉得第一感觉 就是从2.3到3.0 它在视觉上进步是非常大的 很显著 你没有觉得 2.3给人的感觉是 非常土的一个 你说这点我认同的 之前如果说它在2.3系统的话 我认为它是一个 完全让我拒绝买它的理由 只要它一搭在2.3 我觉得这手机我就不够 但是现在已经追上那种 至少追上主流系统的这种水平了 如果你从这一点 界面和外观上 我觉得3.0的进步确实比较大 但是外观仅仅是ROM的 非常小的一部分 功能性上呢 功能性上 功能性上它也比较全面 它什么功能都有 你看连什么镜子 放大镜 亲情光光 这些功能都有 我觉得至少比较丰富的 但是我觉得 华为又走了一个极端 就它什么功能都给你设定了 但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用户 我有选择权 但是他没有给我选择权 我连这些应用都没法卸载 它比较恶心的一点 就是没法卸载 所以我把几乎所有的系统应用都搁到一个叫没有用的系统APP文件夹里了 就很尴尬 所以说华为这个系统的话 总的让我感觉还是说什么 有些浅 为什么说浅 当然不是因为它功能太少或者界面太过设计太过统一 而是因为你想 现在的各家ROM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把它放在手机上 你想 有的ROM会一直在手表上 就说生态圈 我觉得你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咱们说的还太浅 你应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款ROM 就是说它在交互逻辑上还是不错的 它使用了点线圈的设计 它有一个自己主导的脉络在其中 但你说到这一点上 我又可以有聊的了 你想 他说的你要讲究点线圈 对吧 但你觉得温度计 他把温度计设计成刻度 你觉得你能理解吗 我一般认识的话 他要不给我写个摄氏度 要不然给我一个温度计 给我写个刻度什么意思 22到23一个刻度 这说明它在元素上有所滥用 但是它已经能够统一这些元素 用到这款手机上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它让这款手机有一些辨识度 比如说像时间 它快然后又慢 我觉得还是华为又犯了一个问题 它太过喜欢用这些元素在里面 它惯有的认为 它会一直用进去 而且我觉得它还是 只想到了表面 没有往深处想 不是 我觉得不是它一直好 然后用下这个问题 是它重新开始 把这个做的有设计感一些 这是一个刚起步的事情 你应该肯定它的进步 它未来路还要很远 因为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我讲华为的ROM 这一代的话 以MOTO 3.0的话 整体的我对它的感觉 要比之前好太多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这个ROM的主题 自带的主题确实有些太土了 它这是黑金的主题 你要看它是跟这种高端商务的感觉搭配的 我觉得如果说放在你这种76年人身上用还是可以 我是巴巴的 你想如果我是一小姑娘 买一个土豪金的Mate 7 再弄一粉嫩的主题 我靠 简直就没法直视 土豪金的Mate 7 弄粉嫩的主题可以 iPhone就可以弄粉嫩的 我觉得你想说的意思是 用一个黑金的主题 然后里头弄一大堆粉嫩的应用 这个确实不太大调 还有一个问题是 它虽然黑金的主题和它的系统功能应用 适配的都很好和那些图标 但是一按上第三方的应用就不对了 我觉得你讲了这么多 还有我是想了这么多 都是觉得Mate 7这个手机 它专注的年龄段或者专注的用户太过明显 它有非常明显的界限 比如说我觉得Mate 7 我就联想到很多中年人或者商务人士 它没有让我整个犯年龄段都想开 我觉得这是它设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年轻的白领 稍微年轻一点的人也是可以覆盖的 但是确实是有点 但是这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你无论怎么想 我都觉得你是一个76年的人 我无话可说 所以总体上而言 Mate 7的系统 我觉得进步还是有的 问题还是有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系统这方面 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包括你看华为今年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发布了一个手环 一个发布了手表 价格都非常吓人 一个是888 一个是1000多美元 但是它这里头居然没有健康应用 这样我非常的无法接受 就没有四手自带的 什么呢 考虑上还是不够长远 我觉得面上的东西 华为这一代的EMUI 3.0 已经做得很好了 老蒋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我们这两样东西 网上的屏幕 指纹相机等等 都不是大家观众 Mate 7最大的核心亮点 那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它那块4100黄色的大件池 那续航这种东西 咱们俩就没法聊了 得去现场测一测才知道 对啊 我们就要去测一测 测一测 A发师 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事啊 你说咱们实验室已经测过一遍续航了 对吧 对啊 那咱俩为什么还要再测一遍呢 你是不是傻 实验室的数据呢 讲究是全面客观 它突出的是对比 方便我们找到其他手机之间的差异 但它毕竟不能很好地覆盖所有人的使用习惯 也就是咱们要从使用习惯入手 角度和出发点不一样 对吗 对啊 所以这次我们体验Mate7呢 要按照我们自己的使用习惯也来一次 这样整个内容就更加立体了 好 那咱们具体去哪测呢 画面不是有啊 去深大呀 好啊 听说深大妹子多 对啊 走啊 走啊 老蒋 把咱今天一天的测试给大家说说成绩呗 我的剩余电量是34% 我今天还是37% 那咱俩差不多嘛 是 但你没有发现 咱们的测试时间都超过了实验室的5小时啊 对 比实验室的还要苛刻一点 所以咱们的这个测试结果呢 只能代表我个人的属性 更客观全面的还是由你来说说实验室的数据呗 好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们实验室测试显示呢 5小时续航测试 它剩余电量是61% 这个在数据库里排名第一 比第二名足足好的有十几个百分点 在8小时待机测试中 它的剩余电量99% 几乎没有掉电 然后充电时长比较长 需要3个小时9分钟 那它在发热方面的表现又怎么样 发热表现也是不错的 正面和背面的最高温度都出现在游戏中 正面温度是41.3度 背面温度是36.6摄氏度 老蒋 聊这么多 我们也确实该给本期的体验内容画一个句号 好 让我们来一而一句话 总结一下Mate7吧 好 先为你开始吧 Mate7是一款比较平衡的手机 它各方面的性能都大掉了 目前主流旗舰机的平均水准 另外它有两个亮点 第一个是续航 第二个是指纹识别 我觉得我买它不后悔 我还是听出你浓浓的花粉意了 我对Mate7就三点 第一点呢 我觉得这种一击难求的情况 我确实不太喜欢 第二点是什么 Mate7如果从一个玩家的角度来看呢 它这种平衡 更像一种平淡 第三点是 它的价格确实在我看来有点贵 因为这个价位可以选择的时候 就有太多太多了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说完了 对啊 我说完了 好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更多与科技相关的内容呢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 在这里的靠 我们下期再见 老奖 多然进行我被开除你吗 我北京有花 我没花 你家有梅 大厨 没现在也没管 全景之上 来我家住 只能这样 好 准备 2 3 走 好 下面我就开始进行我的通话测试 我会选择一个非常严谨的方式 我第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我自己要和自己说什么 我数数 1 2 3 4 300 301 302 303 304 401 402 403 好 更多与科技相关的内容呢 请关注我们 别打断 好 更多与科技相关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在这里中国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博 没事 好 更多与科技相关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在这里中国 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 在这里.com 好 更多与科技 好 更多与科技相关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追着中国 以及文博 官方农博 谁不许啊 你东西脑子 这个更麻 谢谢大家